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继续播讲我们的抗联故事 从这一集开始我们来讲述一陆军,一军二军他们的最后时刻 1938年夏天,杨靖宇卫正民在老岭地区站稳脚跟 刚刚由连续两年的退却转入了进攻,一陆军却突然陷入了危局 危局最初是由一军参谋长安光勋的便捷引起的 这年2月,杨靖宇率一军主力北上老岭 留守环宽根据地的安光勋对前途悲观失望 在一次战斗转移中被俘,随即叛变,泄露了一军的大量秘密 日后,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对环宽地区我军的秘营进行了大破坏 大批的伤命员被杀害,部队不得不暴露在兵圈雪地里雨滴周旋 环宽根据地形势彻底恶化 接着,日本特务机关又专门指示所谓的长岛工作班 由安光勋带领执行右翔一师市长成斌的工作 5月,敌长岛工作班派出叛徒胡国臣 混入一师师部进行四项扰乱 6月8日,根据胡国臣提供的准确情报 日军突袭了一师师部临时民营 成斌与战不力,被迫向宽殿,还人边界转移 部队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28日,成斌带最后30余人向本西方向退却 途中,受胡国臣扰乱的指导员李向前劝成斌投敌 成斌出实文言大怒,对李向前破口大骂 李拔出手枪,向成斌射击 击中了另一个指导员,金中汉 金中汉当场牺牲 李向前仓皇逃下山去 成斌方寸拟乱,拔出手枪,向李连开竖枪 劝指击中其左臂 李向前侥幸逃脱 当夜就跑至山下的长岛工作班投降 敌人知道了成斌的准确位置 立即派出重兵 将成斌团团包围 然后派人发出劝详书 29日晚,一次西征以后 一直情绪消沉的成斌 带着身边最后29人下山投敌 义军医师彻底瓦解 成斌与安光勋不同 自杨静宇进入南满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他就一直跟随左右 先后担任过人民革命军 义军独立师保安联政委 柳河县游击队政治部主任 义师政府主任 义师师长 不但熟知义军在整个南满地区的军事部署 活动规律,后防基地,部分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更加熟知义军惯用的战略战术 他对杨静宇本人更是知之甚深 凭猜测就知道杨静宇的大致活动方向 成斌的叛变使康林义军在南满地区的活动再无秘密可言 后防基地,军需储备全部丧失 连习惯的活动方式都要改变 投敌之后的成斌 立即就成了日寇最凶恶的爪牙 义军和杨静宇最凶恶的敌人 为了表示对日美当局的效忠 成斌发誓带罪立功,率部剿灭杨静宇 日本人很欣赏他的决心 任命他为伪通化省警察本部的警佐 组成以他为队长,共250人的成斌艇军队 配备轻机枪八艇,步枪226支 手枪50支,自动手枪两支,不先电台一部 与其他9支大多由叛变人员组成了艇军队一起 采取粘住就不放的狗狮战术 担任剿灭杨静宇,魏正民,金日成,曹雅范,陈汉璋等抗联领袖的任务 为通化省警卫厅厅长,暗谷龙一郎给予了成斌艇军队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绞杀杨静宇本人 杨静宇得知成斌叛变是7月初的事 这个时候老岭会议刚刚开过,一路军部队连续了破袭了通缉铁路工程 重新赢得了战场上的主动 他和魏正民都希望能以老岭山区为依托 逐步向西、北、东南三个方向发展 重新打开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 同时准备第三次袭征打通与关内八路军的联系 成斌的叛变将这一切都破坏了 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杨静宇和魏正民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变措施 7月中旬,他们在老岭主持召开了一路军干部紧急会议 史称第二次老岭会议 决定全面改变一路军的番号、编制和作战部署 一二军部队分别改变为一路军的三个方面军和一个总部警卫旅 重划作战区域分区活动 一军三个师,现在仅存两个师 改变为第一方面军总指挥、蔡尔范、250人 活动在吉安、通化、临江及挥发江南北诸县 二军六师改变为第二方面军 总指挥、金日成、350人 活动在长白、辅松、蒙江、临江及东满四县 二军四师、五师改变为第三方面军 总指挥、陈汉章、300人 活动在东满四县和隋宁地区 总部警卫旅由原一二军教导团、独立旅合并而成 旅长方震生、政委、韩人和 全旅编为三个团 实际上有两个团 总部代号为二团、共五百人 由杨敬宇和一律军四个总司令部直接指挥 活动在金川、蒙江、吉安一带 劳林紧敌会议之后 各部陆续完成改变 八月杨敬宇接到情报 日卫军以成宾为鹰犬 正由还人宽殿大举北夷 准备与当地日卫军一起 将我军围建在劳岭山区 以进驻劳岭的满洲交匪之花 伪军锁旅也接到严令 在我军主要活动地区部署兵力 阻击我军向别处转移 杨敬宇和魏整民决定率刚编程的 一路军警卫旅 和一方面军一部共四百余人 离开老领和地地 向北方的通化 临江一带的山林实施机动 提前跳出日伪军尚未形成的合围圈 二日两人率队出发 一路军历史上气壮山河的 老领突围战就此打响 敌人已经开始了行动 这天上午 我军先头部队刚刚出发 就在庙陵附近发现了敌情 所有的旅长 伪军少将索敬青 从汉奸的口中得知 我军突围北上的消息 马上亲率步兵和骑兵各一部 共三百多人 出吉安城奔往庙陵地区堵截 严女迅速命令部队 在伪军的必经之路埋财沟 两侧的山腰间埋伏停荡 派一个连占领了南面沟口高地 使敌无法向前方突围 自己亲率机枪牌 占领了西北侧山腰 准备堵地后路 只等着敌人来到 盛夏非常炎热 午后三点钟 索敬青才带着这路敌人 松松花花地进入了埋财沟 洋女运命令 机枪班首先开火 敌人背后响起枪声 一窝风就往前面的埋财沟里跑 全部被赶进了 我军的伏击地区之内 埋伏在山腰两侧的 我军指战员顿时枪弹齐发 然后端起刀 一片杀声冲进地群 东南方小高地恶手沟口的一个连 见敌人陷入重围 丢下高地冲到沟底抓俘虏 却让一股残敌钻了空子 这股伪军由日军上尉 高岗武制和骑兵中尉 西田重龙带领 抢占了高地 用机枪向沟底我军疯狂射击 曾在二次戏争中 被敌人误认为杨静宇的 原一军三师参谋长杨俊恒 见状 亲率一支队伍 与敌争夺这座小高地 一支打了天黑 高地被拿下 敌人被消灭 杨俊恒也在最后的厮杀中 壮力牺牲 埋财沟一战 三百余名敌人 除了伪律长索警轻能 少数几人逃脱外 其余全部被监 号称满洲剿匪之化的 伪军索旅 自此再不敢与杨俊宇对垒 杨俊宇继续睡在北上 这时大批日伪军 已觉察到我军位置 变换了行军部署 在吉安 临江 通化各县 构成了数十道封锁线 一一代劳 等待我军突围 杨俊宇为人民见状 急速进入牢领北部山区 六道阳 六道阳刹 密林深处 决定就地隐蔽 派出了数路精兵 在吉安 通化 临江各县 广泛出击 使敌人被迫四面应战 从封锁线上扯开了口子 便于我军突围 这些四面骑出式的奇迹战 亦是把吉安 通化 临江 闹得天翻地覆 破实物 在我军四周布下多重 必死之战的日北军 主动向我军大举攻击 同时也为下一步的突围 解决了吉安 9月24日 通化之离 大举向吉安推进 我军吸进了口子出现 杨俊宇为整名 立即率总部警卫旅 和少年铁血队 共四百余人 离开了六道阳刹米林 向西急行 敲门声息地 越过了两道敌风格线 跳进到通化境内 将万余名日委讨伐大军 甩到了身后 10月6日 为了粉碎敌人对老领山区的讨伐 经营留在老领诱敌的 曹尔范一方面军 杨俊宇一夜间 连续袭击了通化六道沟 七道沟和好家舰 三个敌具点 这种典型的杨俊宇式的袭击战 马上惊动了敌指挥官和叛徒陈林 他明白了杨俊宇不在吉安 杨俊宇到了通化 原来以老领为合围中心的日北军 立即回头向西 承兵带着他的挺进队 也紧跟过来 10月11日 日军侦察飞机在通化六道沟 横路南方的山林里发现我军 敌指挥部急调部署在附近的 汉奸杨春的讨伐队前来阻击 杨俊宇与其交战 击毙了日军指导官 实行少佐以下数人 继续向西南寄进 但这场战斗影响了我军速度 为敌人调集兵力提供了时间 10月17日 杨俊宇为整民胜利的渡过了浑江 进入临江岔沟山区 准备越过四方顶子 转向河里老游击区 这时我军已经连续转站20余日 人困马乏 指挥员们强烈休息 要求在此休息一夜 杨俊宇本不想答应 但部队实在不能再走 侦察兵有回来报告说 周围的敌情缓和 就怀着几分不安 答应了 部队诉讼前 他查看了港哨 告诉指挥员们 明日天不亮就要出发 不能再去久留 他的不安来自于 他对叛徒成斌的警觉 从某种意义上讲 现在他是在与他自己的学生 较量 被迫离开牢林以后 成斌很可能会想到 他要去的地方 就是河里游击区 杨俊宇在南满抗日多年 向来以主动猛烈的进攻 代替防御 给人的印象是 他如同急风烈火 飘忽而来 飘忽而去 对根据地的依赖是有限的 但成斌却知道 他所以每每主动的 进行远离根据地的出击 原因正在于 他必须保护自己的根据地 将战斗引向敌战区 杨俊的部队也需要修整 需要储备粮食弹药 需要后方医院 让伤员养伤 因此也不能没有根据地 成斌的判断 已经使河里根据地 基本丧失 但在再次失去 老领根据地后 他只能向近代 咫尺的河里移动 河里山区 毕竟是他活动多年的地方 有一些密营 是成斌也不知道的 这里山高林密 人员稀少 便与我军机动作战 南满地区虽然广大 但他和自己部队的 活动的范围却是狭窄的 敌人已经在南满 广布重兵 严密封锁 我军不熟悉地形 和敌情的地区 他不能去 有我军活动 有我军部队活动 条件较好的地方 他也不能去 那样会将主要 是追击他的大量敌人 引向其他的部队 增大敌人将我军 聚见一地的可能 这天夜晚 杨俊宇还又一次想到 当他这样思考 部队去向时 成斌是不是也同时 揣摸到了他的意图 如果是那样 他和他的部队就危险了 杨俊宇带着布安 迷糊了一小会儿 醒过来以后 与魏正明交换了看法 两人做出了新的决定 河里老区不能久待 进入河里之后 要马上带部队 向西北方的蒙江 化地儿一带转移 杨俊宇相信这一决定 会出乎成斌的意料之外 蒙化根底地连年遭地破坏 自二师离开那里 与二军配合作战 这块根底地 已经基本被放弃 成斌不知道 年初北上老冷时 他又让二师悄悄重修了一些秘营 储备了粮食以备万一 多年来 成斌熟悉他 他更熟悉这位学生 今天杨俊宇知道 自己首先就要以多变的思路 弄昏这位学生的脑筋 使其对自己的判断力 生出怀疑 也让日本人怀疑这个叛徒 不再对其言听计同 那是义路军才会真正的战胜 成斌投资后 出现的严重危机 转向蒙江化地儿山区 还可指敌人至少在半个月内 找不到他们的准确位置 部队就可将这半个月用于休息 此时休息就像挤养 也是部队最需要的东西 杨俊宇睡前的预感是对的 这天夜里 他让部队的岔沟速营 已给成斌和敌人造成了机会 大致猜测到他行动方向的成斌 连夜引着1500名敌军 突将我军速营地团团包围 傅晓 我军后卫发现沟口 被敌人机枪封锁 击爆杨俊宇 杨俊宇知道情况不好 马上命令部队 在岔沟两沟之间的一道孤岭上转移 占领阵地 天大量时 孤岭四周 山下已经布满了敌人的帐篷 日游军并没有马上发起攻击 他们先派出飞机 在我军阵地上盘旋 撒向了大量的船单 船单上写着 黄军尊重杨俊宇将军 希望与杨俊宇共图大事 满洲我需要杨俊宇 你们跑不了了 我们已布下了铜枪铁壁 杨俊宇将这些船单扔到一边 紧张地思考了对策 他深知时间拖得越久 敌人就越多 我军就越不利 必须迅速突围 山下敌人见劝强失败 便在优势火力支援下发起了攻击 杨俊宇命令各部沉着迎战 一律将敌人放置30米距离 再突然开火 以扩大战果 节省弹药 第一批敌人刚刚爬上来 我军枪弹齐发 敌人遗失数十句 活着的连滚大发逃下山 杨俊宇一声令下 我军趁机冲下山岗 展开突围行动 敌人显然对杨俊宇的战术 直直甚深 早已在进攻的同时 在山下设置了狙击线 我军刚冲至山腰 山下敌人的机枪 就刮风般的响起来 将我突围部队 压回了山头阵地 突围失败 我军刚刚全部撤回 山下敌人又压压的叫着 发起了第二次冲锋 杨俊宇站到山岗的高处 一边用望远镜观察 一边亲自指挥总部 警卫捋机枪般打击敌人 哪里有了险情 他就让机枪火力 集中在哪里猛烈射击 在我军的强大火力的打击下 敌人进攻又一次失败 我军再次发起突围 又被敌机枪打回 各部被分散压迫在几个大喇子上 形势十分危急 天黑下来了 山下的敌人停止了进攻 用机枪构成严密的火力封锁线 又燃起了一堆堆大火 将山上山下照了通量 防止我军突围 杨锦宇意识到增原的敌人第二天一定会赶到 这个黑夜是我军突围的最后机会 他和魏整民再次召开干部会议 部署突围 杨锦宇这时冷静下来 他对大家说 白天突围所以不成功 主要是突破口没有选队 我军容易冲出去的地方 也是敌人封锁最严密的地方 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突围 接着 他起身查看敌情 发现西北火堆脚位西出 原来那里是一道断崖 敌人显然想不到我军会从那里突围 那么经过讨论 他下定了决心 选拔了一支冲锋队 就从那里突破 突围时间决定在扶小 后半夜之前 敌人肯定会十分的警惕 我军抓紧时间休息 扶小时 对方已疲惫 我军突然行动 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漫长的一夜过去了 扶小 杨敬宇命令冲锋队出发 各部刺地跟上保持速静 一小时后 冲锋队突然从断崖下到山谷 冲上敌人巨手的西北山口 一直冲进了伪军连长的帐篷里 将其俘虏 一时山谷内枪声刺起 守在其他地方的敌人胡乱开枪 却不敢随便移动防御位置 害怕中了杨敬宇的声东击西之际 我军迅速解决了西北山港的伪军 压着伪连长一路骑行 河里老区的茫茫山林 插钩突围成功 杨敬宇只让部队在河里地区的山林里 稍坐休息 12月初便率步离开 悄悄地越过挥发江 进入了化垫蒙江 裹不出所料 承宾真的将万瑜敌军带进了河里 大举讨伐 等敌人明白杨敬宇确实不在这里时 一路军总部和警卫旅已经休息了半个月 敌人原来对承宾是言听计从 有过这次失败 不再十分信他 自此这个曾给一路军带来了严重危害的叛徒 在鬼子心目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 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战胜了从莫斯科回国的盲民 由他主持制定的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系列方针 成了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 随后中国人党开始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中 处于独立自主和主动的地位 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在全会上受到广泛的关注 杨敬宇等抗连将领长达七年的艰苦奋战 对于全党坚定抗战信心起到了榜样作用 大会结束的前一天 与会代表满怀着崇高的敬意 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名义 向以杨敬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 和全体东北同胞发出致敬电 致敬电送扬了东北抗日军队 是在冰天雪地雨滴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我们坚决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民族抗日到底 坚持持久战 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定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电文指出 巴勒军的一个支队曾在极东游击 希望在东北各地的民族制式 以全体同胞 在敌人后方雨滴进行更加长期的 持久的艰难的游击战争 更加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以准备我国军队 在将来的反攻而达到收复东北的目的 这封致敬电通过无线电波 越过了范围广大的地站区 传戴了东北边境地带的茫茫山林 他是1936年初 魏整民离开莫斯科后 南满党组织和抗联部队 第一次听到来自党中央的声音 这时候从不流泪的杨女热泪盈眶 坐着我们下来自党中央的声音